極度軟滑 牛油、忌廉 滿帶油香的雞肝味道 真是沒有得頂 Hello 大家好 又到這個不懂煮又變大煮的煮飯系列 有些朋友下方留言 他說鵝肝醬我吃得多 如果可以教下煮雞肝醬就好了 其實我們以前在酒店的時間做法國餐廳 很多時候都會出的 不過當時在午餐的時段就不會晚上出 但你不要小看 雞肝醬其實一點都不會給鵝肝醬信息 它比鵝肝更加濃烈的乾味道 而且它是非常軟滑的 未開工之前跟大家喝一杯 意大利的Montapachano 那些果都不是開玩笑 現在很多朋友越來越覺得意大利酒值得喝 三兩百已經可以喝得很開心 每次買法國酒 尤其是Burgundy更加不得了 喝到一口才開工 又不用休息一針出來便可以喝 非常好 今天做這個雞肝醬慕士 主角一定要是雞肝 如果你去街市買 你會怎樣選擇呢 其實真的很容易選擇 你會看到兩隻完全不同的顏色 在我右手邊這一塊明顯深色很多 但左手邊這一塊淺色很多 這就是正正我們所說的黃沙肝 這個雞肝脂肪的含量比這個高很多 所以你吃下去的時候 油潤 乾的味道不會那麼金苦 這隻你吃下去 乾的金苦味會比較重 這個油潤香醇是極品之中的極品 刀著這些來買就對了 拿筋回來的時候 我們怎樣處理呢 有時候要連心臟 心臟當然不要 先切走它 然後如果有這些油也不要 又輪到這裏 給大家看看 這片是大肝 這片是細肝 它有這塊大筋連著 這塊筋最好先切掉它 待會你怎樣打也很難打得難去 我們輕輕這樣切了這塊出來 剛才拿著這塊大筋 又是這樣 輕輕切走出來 今天都很幸運 我去到街市的時候 都見到不少這些這麼漂亮的黃沙肝 我其實是買了差不多四五疊 才有這麼多這些黃色 這次這個製作 我需要大約是300克的雞肝 現在我就切300克出來 好了 雞肝處理好了 我們這個雞肝慕斯 最常見到哪裏呢 就是居酒屋 不過但我又一般喜歡 因為它的雞肝慕斯 差不多是純雞肝 沒有其他材料加進去 日本運來香港的雞肝 我相信你十塊都找不到一塊 是這樣的 它們的通常都很深色的 它的質感比較薄 一些 就是一顆粒粒 沙沙的 不過今次跟大家介紹一個 你在家製作 一定比在日本餐廳 居酒屋吃的那種 然後我們還有其他東西要準備的 就是乾蔥 這裡有80克的乾蔥 我們要切絲 又不用太講究 你切絲就可以了 我相信真的很多朋友 都會在日式的居酒屋 吃過他們的雞肝慕斯 比較硬身 因為它日本過來的雞肝 通常是黃沙潤 哪裏最好買雞肝 如果我需要做這些雞肝的菜式 我一定會去北河街市政街市 因為那裏 雞檔非常多 而且它做了很多批發 選擇又多 價錢又便宜 可以在很多不同的檔口 你看到哪裏 看到這些黃色的 你材料已經贏了 我們開始處理這個雞肝 其實以前我們會煎一煎 又或者焗一焗都可以 但是為了大家方便操作 我覺得有一個方法更加好 就是預備一碗水 煮到煲水70度 用70度的水 用來浸這個雞肝 浸完之後它不會很硬 你打出來這個雞肝慕斯 就會比較軟滑很多 如果你買到這些這麼漂亮的黃沙潤 你怎樣做都可以 70度的水放下去 吊著一個慢慢的火 維持著它70度 一至80度 雞肝煮完出來之後 會比較實一點 現在 就任由它慢慢浸 如果剛才這樣大小的雞肝 大約你需要 起碼都要七八分鐘 與此同時 我們就可以 處理剛才切的乾蔥 我這裡有150克的牛油 300克雞肝 一半 150克的牛油 我們隨便拿一塊 這塊就30克左右 等到鍋子裡 不斷融一融 好了 牛油融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把乾蔥放下去 不用大火 開一個慢火 慢慢炒它 起碼要用五、六分鐘時間炒乾蔥 慢慢炒到軟身 炒到軟軟的 變成透明 千萬不要心急 你盡量煮出乾蔥的甜味 慢慢火煮 剛才下的牛油 很多朋友都會問 你用的牛油是有鹽的牛油 因為沒有鹽的牛油 通常你煮西餐 很少會用有鹽的牛油 沒有味的牛油 搞定 雞肝在70度之下 現在煮了大約6至7分鐘 可以多給它兩分鐘 現在我先把火關掉 可以浸泡一下 回到乾蔥這裡 炒一下變成一坨東西 就是要炒到軟身 一坨東西就對了 但它沒有色 你不會看到金黃色在那裡 那就剛剛好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下酒 這裡有一百克紹興酒 我們以前會加一些 Boot酒 Madeira 和Blandi 這三劍合 但為什麼這次會 煮這個會加紹興酒呢 因為 如果在家裡煮 有時候你又很難 又特意買一瓶Boot酒回來 又買一瓶Madeira回來 推而求其次 因為紹興酒 尤其是煮完之後 它有少少帶甜 它的特性和味道有點像 我覺得它真的有點像西班牙的Sherry 也是非常香的 煮到它 剩下一點 即是100克煮到它 剩下20克 現在弄得乾蔥好像洋蔥湯一樣 很快脆而已 如果你是 只有100克的酒 如果你想煮到它剩下20克 你說的是分多鐘的事 很厲害 很厲害 現在真的已經煮到 最多剩下20克左右的水分 這樣就可以了 這裡有100克的忌廉 放進去 攪拌均勻 剛才不是說 我們有150克的牛油 用了幾十克去炒乾蔥 其餘的全部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現在關火了 我已經關火了 只要攪拌 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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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大家看到 這個整個是 那些法蘭西的牛油醬汁 有點像我們所謂的Burblanc 這個汁搞定 撈起剛才浸的雞肝出來 一塊漂亮的黃沙潤 現在你這樣看它沒什麼 但是當你撕開它的時候 看看裡面多漂亮 因為它足夠的脂肪 它很綿密的組織 滑得不得了 好像牛油一樣 那麼順滑 正 好了 雞肝搞定 我們也有這個汁 這樣就可以打爛它了 好了 剛才我們就 把這個雞肝搞定了 是不是 將它放進一個 這些blender 因為我這個blender 這個blender 我一般 不是很夠力的 看到它很大條筋 還沒拿走 我先拿走它 如果我們處理這個 我們叫化瓜 無論是鴨也好 鵝也好 原來它的乾的紋理 那條血管走的紋理 跟鴨乾、鵝乾、肥乾、肥乾 我們所謂的花家 都是一模一樣的 中間又是這條 又是由南到北 灌穿了 像樹葉的墨一樣 樹墨一樣 嘩 那些也是這樣 拔出來 做鵝乾、肥乾、肥乾 就是這樣 也是這樣做 以前 我們一向做這個雞肝 很法式的 不是那麼方便 我們那時候是生的雞肝 做一個汁 我們做一個 都是乾蔥 加幾種酒 葡酒、Madeira、Cognac 加些香草、蒜頭 爆香 做一個很濃濃酒味的汁底 打的就是雞蛋 大量牛油 嘰 嘰 其實就好像水一樣 然後放進我們所謂一個 我們叫做Turine的帽 為什麼叫Turine 就是因為它的帽形狀 我們法文叫Turine 你放什麼下去 它都叫Turine 由生炖到它熟 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 那現在就方便 煮了雞肝 煮了醬汁 打爛它就可以了 好了 現在打了分幾兩分鐘 看看它是什麼狀況 其實都很多粒粒的 因為剛才我說過 我這部機器 只是玩具而已 我那些乾蔥的粒粒 還在這裡 我相信大家 你家裡的破壁機 或者是一個blender 會比我這個玩具更厲害 還有一個絕招 現在顏色是這樣的 雞肝很有趣 鴨肝和鵝肝都一樣 其實它真的會氧化得很快 如果你做完之後 它很快就會變成深灰色 這樣就不是很帥 我們如果是真的在餐廳做 我們會在鴨肝 鵝肝 雞肝 這個醬裡面 我們會放一些 所謂的 鴨肝的鴨肝 保存著它的顏色 還有保存得久 不會那麼容易變壞 但是如果在家裡吃 有些方法 方法一 你可以在這裡 買罐頭的紅菜頭 倒一些醬汁 一起打 它會變成少少少少玫瑰紅的顏色 就會阻慢了它的顏色 變的時間 令到你覺得它不太吸引 還有一個是更加方便的 神之水滴 這些是做蛋糕 做甜品用 這些可食用的色素 你可以做兩滴下去 這樣你可以放幾天 它都不會變到一些你覺得是不太開胃的顏色 再打多它三四十秒 然後明顯地 這些乾的顏色又漂亮 這些就叫做明亮 好像很濃味 但是勉強不到 因為這個不夠力 你再打 我相信它都沒有什麼轉變 如果是這樣怎麼辦 你沒理由金鞋燥燥 唯有出另一步 先把它過一過篩 我們找個這些篩 我們慢慢切下去 大家不用擔心 如果你是家裡的正常馬力 有一點强大的 你不一定需要用這一步 也有朋友可能家裡的 玩玩玩 像我這個一樣 你不隔得不行 一定可以 但是你隔了當然會更好一點 再隔它 有些錯誤示範也好 如果有些東西打得不夠滑 的時間 咦 怎麼搞的 我家裡的東西打不到 你這樣的質地 那真的會 其實只是看你那個 blender的功率 如果你功率是厲害的 那你就可以打得好 在這裡我們加些什麼呢 我們加多一些 這些什麼酒呢 加少許 大約是十多克就夠了 那好了 加完之後 我們又下味 只是鹽 大家不要誤會 只不過這個是比較漂亮的鹽 到最後你才調味 接著攪勻 加完 加完鹽 接著我們加少許黑椒 不過這很個人 如果你不喜歡 可以不下也可以 我們攪勻它 再試試味先 差不多 不過好像不太夠酒 嘿嘿 再加多一點點 嗯 即是沒得商量 那這裡大約下了 是25克左右 這個蘑菇 輸進去 完成了 好了 那現在這個 雞肝醬的慕斯做好了 那我們怎樣儲存呢 我建議大家 就不要整個盒子放進冰箱 最好 就找多幾個 這些玻璃盒也好 塑膠也好 那你就分開 很小盒小盒地放開它 抖一抖它 這樣就方便儲存 剛才我已經說過 雞肝醬 其實它很快脆 氧化 顏色就會變 那 所以你呢 最好都是 分開很多小盒小盒 這樣就比較穩陣 那不錯 好 大中細碼都有 好了 雞肝慕斯 下了這些小盒之後 最好的方法 保存它 這個是傳統方法 將牛油 你可以放在熱水裡 融化它也好 你可以放在微波爐裡 叮溶它也好 你叮溶了之後 就只是撇面頭的油 就封住這個雞肝醬 這樣是一個最方便 和最有效 阻止它這麼快脆氧化的方法 連最有名的油封鴨腿 刺功夫 它都會用油封著面 擺到擺幾個月都可以 牛油底下 有點像奶的狀態 大家看看 有些一粒粒白色 有些奶狀態的東西 最好不要放進去 這些是留下來煮食 我們可以放在冰箱裡 雪硬它 只要牛油封面 雪硬之後 很輕易地 你可以大約放到 一個星期多一點 人少少 就拿這盒出來 人多多 就拿這盒出來 如果你想它好看 你放一點法國的蔥 這個也好看 把它扭幾粒 放進冰箱 這樣就完成了 如果真的雪凍之後 它就會是這樣的 你吃的時候 也是 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 可以吃那些什麼 Campoulet 二話不說 就車路 去麵包裡 有些人會覺得 嘩 這塊這麼大塊牛油 不吃可以嗎 你不吃也可以 但是 吃完都沒有壞 剛剛新鮮做好又怎樣 都可以 只不過雪了 你又容易保存 你拿出來的時候 大家看看 其實剛剛做好 就這樣新鮮做好 都非常好吃 我們將一個匙羹 這個就是我們怎樣去 serve 的時間 就是這樣 多漂亮 剛剛做好 它非常之軟滑 你看到它的質地 兩件 少少的胡椒 嘩 哈哈 哈哈 你如果找到 剛才所說的那種黃沙潤 你吃下去的時間 一丁點 那些肝臟的 金虎味道 你都不會有 易度軟滑 牛油 忌廉 那些滿帶油香的 那些雞肝的味道 真的 沒有得頂 嗯 Montepulciano 這個挺好 非常刺激 非常刺激 趁這個雞肝無視 沒有得帶 是